我告诉你 我是懒得搭理你 放开 你心虚了 你心里有鬼啊 你今天必须跟我走 我要看看孩子是不是 嘉明哥的 嘉明哥的 走 放开我 我不放 你跟我走 放 放 你 你 你没事 我 是你自己睡的 我可没推你 我 你没事吧 嘉明哥呢 他不在 你有事吗 你不请我进去啊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我还午睡呢 我就进去待一会儿 老在门口这么聊也不合适 挂了这么多漂亮宝宝照片啊 欲而必知的 你想说什么就赶紧说吧 我没时间搭理你 我就特别好奇 嘉明哥一直是回父母那儿去住的 你怎么就怀了他的孩子了 怎么怀孕 还用我告诉你吗 可是他几乎不跟你一起住的呀 你也说是几乎 几乎就是说明有 没那么凑巧吧 那凑不凑巧是我们俩的事 跟你没关系 孩子是嘉明哥的吗 你什么意思啊 像你这种四处过夜的女人 不一定这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呢 你肯定是发现自己怀孕了 又想不到孩子的父亲是谁 索性就赖到了嘉明哥的头生 而他傻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 就相信你了 你觉得我怀了他的孩子 你来我们家里闹事 他会原谅你吗 他可以不原谅我 但是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吃亏 你今天必须要跟我走 去哪儿啊 去医院做亲自监定 你有病吧 我告诉你我现在很虚弱 不愿意跟你吵架 你别走 车在楼下等你 神经病 你心虚什么呀 不就去医院做个检查吗 我告诉你 我是懒得搭理你 放开 你心虚了 你心里有鬼啊 你今天必须跟我走 我要看看孩子是不是嘉明哥 当嘉明哥的 走 放开我 不放 你给我给我放 放开我 你 你 你没事吧 是你自己摔的 我我没推你 初晓儿 你没事吧 你别吓我呀 初晓儿 初晓儿 对不起 嘉明哥 怎么样了 还在想救 怎么会这样的 我是想带他来医院做个检查 我怕那孩子不是你的 我觉得像他这种女人 什么都做得出来 所以我 你动个屁啊 妈妈 你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会这样 大人没事 孩子呢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了 你别走啊 你再帮帮忙 嘉明哥 你 嘉明哥 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 你就 滚 你离我远点 对不起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前面 对不起 还是没了 没说对不起 没事 不怪你 前面 还是没了 你还会要我吗 好好休息 养好身体 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 养好身体 好好休息 佳明 佳明 我回来拿点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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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彩儿的希望完全破灭了 爱情从来不是靠心计可以得到的 而周彩儿此时的痛苦 不只是为了她自己 还有她素未蒙面 就已经失去的孩子 我可以帮你 回去陪陪彩儿吧 他这个时候很需要你 这是报应吧 当初 我一个开大发了的玩笑 让我们俩意外在一起 后来分分合合 最后他又回来了 始终航在你跟我冲家 我本来想这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 为什么还要夺走我的孩子 孩子没了可以再要 才要这个时候很需要你的陪伴 这也不是他的错呀 我会去陪着他 我 我不知道你还在这儿 我只想来这儿 一个人待会儿 我也是正好回来拿点东西 这个给你 你不打算再回来了是吗 我的工作也完成了 现在玩家做得很好 已经开始赚钱了 干吗非要分得那么清楚呢 因为只有这样 大家才可能开始各自新的生活 喂 别进去 还在抢救 应该没事 嘉明啊 这孩子是自己想不开 要不送来的及时啊 就危险了 你 你就原谅他们啊 他不是有心的 他怎么能干这种傻事呢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彩儿真的挺爱你的 可这都是他一手设计的 就算之前是这样 但这次的打击 对他来说太大了 如果你现在还不能接受他 他可能连活下去的勇气 都没有了 当时没这事儿 咱俩可能都结婚了 但现在你都不接受他 是不是太残忍了 我是 行 我知道了 他醒了 我去看看他 来了 我还以为 我醒不过来了 我刚才昏昏沉沉的 我刚才昏沉沉的 就好像死了一年 但是过了一会儿 又什么时候 又把我拽了回来了 傻孩子 都过去了 以后不许再干傻事了 我就是对不起家 对不起这个孩子 孩子没了可以摘药的嘛 保重身体才最重要啊 是不是 我相信 简家明是个肯负责任的男人 他肯定会把你照顾好的 对了 那个工作室的钥匙我还给他了 以后我肯定不会再去了 你们俩就好好地在一起 再也不会有任何人来打扰你们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不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过程不重要 结果幸福就行了 你 你 不是不应该把佳明还给你 别说傻话 那你还会跟我听歌一方吗 我就那么几个朋友 我一个都不想丢 我觉得我们好傻 都来都去的 我好怀念 我们从前在一起的样子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不是还跟那个时候一样吗 一切都会好的 你呀 就好好地照顾自己 把身体养得好好的 还是以前那个神采飞扬的周采儿 我们四个人还跟以前一样 我们一起唱歌 一起喝酒 一起嗨 一起说别人的八卦 好了好了 你照顾自己 我过几天再来看你 我过几天再来看你 我过几天小明年 我过几天 最后面的首席 相许说 喂 我以为我还在你的黑门单里 我担心彩尔有事 你会打给我 你会打给我 我以为我还在你的黑门单里 我要跟他结婚了 应该那么做的 可我想娶的是你 别说这些了 他今天 差点的休息过来了 我不能抛下他 这么做才像个男人吗 有时候我也在想 如果结婚 应该选择一个爱你的人 还是你爱的人 如果换了是我 我也会选择那个 爱我的人 结婚不就是为了寻找幸福吗 才要真的对你挺好的 他可以为了你去改变自己 去不顾一切的 所以 好好珍惜他 我问你 我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人从恋爱开始 就在不停地选择 但往往最后的决定 并不是自己最想选择的 当你决定选择一个人的时候 我 就已经错了 真正对的那个人 只能遇见 而不是找到 婚来你会来吗 谁知道呢 谁知道呢 再说吧 你还想来看我啊 你还想来看我啊 怎么还不睡啊 睡不着 她们真不应该救我啊 她们真不应该救我 去吧 去找翠玲玲 你还是在哪儿结婚了 天哪儿 这些呢都是刚到货的 这个颜色呢是今年的流行色 这个款式呢穿起来不会太保守 当然了也不会太性感 特别适合上班穿 当然了你在家也可以 没有问题 那这个质量怎么样 这个质量肯定没问题的 您摸一下它的厚度 邱大海 你怎么不在房屋中介工作的 地产界让我伤心的事忒多了 那你也不至于去卖丝袜吧 卖丝袜有什么不好 又赚钱又养眼呢 你过得还挺好 是挺好 你怎么样 不好 大海 我每天都在想你 什么都做不好 最近找了一份新工作 本来想好好工作 分散一下经历的 可是我每天还是特别想你 我们讲和好不好 我们面对的是很多实际的问题 不是说和好就能和好了 那我不烦你了还不行吗 我没觉得你烦 是我自己没有准备好 你还要准备什么呀 车子 我不要 房子 我也不要 那你要什么呀 你 只要你肯原谅我 我什么都不要了 你说说倒可以 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 我 我有阴影 你有什么阴影啊 你说这两天的新鲜感 你过了之后 肯定还是和原来一模一样 因为那些实际问题 我们终究还是没有解决 我们还是要去面对 其实你提的也不过分 只是我做不到而已 谁说的呀 没烦没车怎么了 没烦没车我们可以裸婚呀 我现在已经想明白了 裸婚它不可怕 可怕的是 到了年纪 连一个可以裸婚的人都没有 租房子怎么了 租房子一样可以结婚 谁说结婚就得什么都背齐了 你突然这么懂事了 我有点不适应 我是啊 以前是不大懂事 可是我现在都懂了 房子啊车子啊都是浮云 我可不想等我慢慢老去 开始贬值的那一天 我才突然发现 我除了车子和房子 什么都没有 你这个词背很久了吧 你给我说实话 这些是不是王朝阳教你了 我呸 这是我自己领悟出来的 你知道这多么痛的领悟吗 我知道这是首歌 去 大喊 你说 咱俩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咱俩脾气啊什么的都是合适的 根本就不像星座里面说的 什么水火不容 你疼我啊你宠我啊 我俩多开心啊 都让那破房子给闹的 我以后再不看星座了 欧阳同志不看星座谁信呢 真的 就好比有个男孩追我 A型血双鱼座 按道理说我俩很配吧 可是我看着他就烦 话都不想跟他说 有人追你啊 嗯 怎么了 没事 你刚才说到哪儿了 我说我不看星座了 那你刚才说追你那男的什么座来的 双鱼 双鱼怎么了 双鱼也不合适 我就跟你说过了 星座那东西不可信 是 所以我不看了嘛 大喊 大喊 你就别生我气了 好不好 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了 我跟你裸婚 你能不能先不谈结婚的事啊 你还不原谅我啊 原谅倒是可以考虑 那你还想怎么样 必须不谈结婚 先谈恋爱 我们不是都已经谈过了吗 重新再谈一次 等我们真正了解对方了 觉得彼此离不开了 真正了解之后再结婚 大喊 我觉得你的想法就是比我成熟多了 我以后啊都听你的 我不当公主了 也不当女王了 我就当你的根屁虫 好不好 你干嘛去啊 跟呢 我让你跟着 你让你扑上来的 我这样紧贴着跟着紧啊 整得我跟丢了 是不是又胖了呀 有可能 我一想你就难过 一难过就特别能吃 那你以后还是别想我了 为什么呀 你就能少吃点东西啊 我不喜欢吃 不能吃 就要吃 你刚才说听我的呢 我踢一点小小的要求都不行吗 不行 好吧 我问你啊 你们公司追你的男的由我长得帅啊 喂 你好 你是崔玲玲女士吗 我是那位 您上次报案说的那个非法信贷集团 已经被我们抓获了 他们交代说有一款项是您的 可以退给您了 但是目前我们还在处理案件 可能要稍晚一点才能让您来取 您看可以吗 好 没问题 好的 打扰了 那您等我电话吧 谢谢 谢谢 什么意思啊 看来没想打扰你 看来没想打扰你 只是想跟你道个别 要走了 我跟贾平离婚了 确切地说是她跟我离了 她知道我转移她的钱 就把所有的钱都收回去了 连同之前给我的资产都冻结了 到头来白忙一场 什么都没得到 算是因果报应吧 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 我也没指望 我来是想告诉你 我要回法国了 有个同学邀请我去他的公司 是个女同学 留学的时候就喜欢我 我答应过去跟他结婚 和他一起经营公司 新一轮的骗局又开始了 不 这次不了 不想再折腾了 我伤了你 伤了贾萍 也伤了我自己 既然他还能答应跟我结婚 我就打算跟他好好地过日子了 这些钱你拿着 对了 上次没有借给你 加上之前对你的欺骗 就算我对你的补偿吧 行 那我就先收下了 你法国的婚礼我是肯定不会去的 所以席帖不用给我 对了 这个还给你 当做是你结婚的礼金吧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好好过日子吧 惦记得太多了 反而什么都得不到 行 谢谢你 其实我也没打算回来 你也早在找个好男人嫁了吧 这个就不劳你操心了 再次祝你幸福 谢谢 再见 实在也别见了 好 好 好啊 你决定就好了 好 那这样的话我就在 咱们在小区三七 买它别处送给你们 彩儿 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息 顺便想想该怎么装修 把身体养好之后 就跟嘉明把这个婚礼办了 谢谢伯父 妖可不能叫伯父了 我们等着你改口呢 谢谢爸 谢谢妈 谢谢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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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真的打算走吗 你真的打算走吗 我妈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我平时开车又没时间照顾她 那我可以照顾她呀 对 房子都没 那住我那儿啊 她要见着你 又得想起以前那些事了 她 她回老家 我哥和我姐都能照顾她 挺方便的 那你呢 我 我 我得回去 先把瑶瑶的转学手机办 别走行吗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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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好了 刘强 我知道 我以前伤到你很深 可你让我为你做点什么 这样我心里也好受一些 你 把瑶瑶接我这儿来吧 你还真打算让她回老家上学吗 那 那不回去又能怎么样 有我呢 我 我什么都不用干 我可以天天陪她 小 晓蓝 我知道 你心里不好受 可我 你 你让我缓一缓 我这整天脑子里想的都是那些 乱糟糟的事 我 还是好几次差点撞到人 我 我跟公司已经请好假了 我回去 好好休整一段时间 我可以跟你一起回去吗 我妈和瑶瑶在家等我呢 我得 赶紧回去接她们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以后 有需要我帮忙的事 就给我打电话 乙兰终于醒了我 直到此刻 她才真的明白 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而什么 才是一个家 坐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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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没事了 你说你傻不傻呀 你干吗去借高利贷呀 特别疼吗 灵灵 我爱你 咱们在一起吧 是 我知道 我不如简佳明条件那么好 哥 我现在给不了你什么 可是我 我真的能努力 我真的能够努力地给你幸福 其实我没办法做到 做到说把你做成一个普通的朋友 你能答应我吗 我 赵阳 对不起啊 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 不是你的问题 你很好 是我的问题 你说要是一开始 我选择你的话 可能就不会发生 那么多的事情 我也就不可能受伤害了 可是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知道 但是我现在真的 我真的没有勇气 再去爱一个人了 可能就是那样的 一步没走对 步步都跟不上 没说我们还能 像以前那样吗 做好兄弟 好姐妹 是 我 其实我回来的路上 我就 我一直告诉自己 我说 我 我得像原来一样 像原来一样 我 我得默默地关注你 照顾你 可是你 可是我真的 我发现我做不到 我没办法 压抑自己的感情 真的没办法 把你当成普通的朋友 对不起 对不起 这就是你给我 最后的答案 照顾我现在真的 没有办法再去接受一个人 我觉得我在爱情面前 就像一个残废 我不在乎 我在乎 我不想骗你 也不想骗我自己 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 没事 我 我 我可以等 我知道 你现在 受伤 可是我 我等你缓过来 等你恢复过来 那一天你再来关心我 如果有那么一天 我们那时候再说 行吗 那如果真的有那一天 你能想起我吗 这不是废话吗 一定的 那行 我明天一等 我就走了 快 早点休息吧 我 小楠 你 你這是要去哪兒啊 大衛把我開除了 這裡長假了 我住不起 走 跟我回家 媽還在姐那兒住呢 現在就我跟瑤瑤 你不是把那個房子給賣了嗎 我也租了套房子 你跟我回去 正好省了一份房子 租錢 你就交一份床錢就行了 這可比租房子要便宜多了 以後你負責做外婆負責洗碗 對 這次租那房子 隔音效果特別好 那 那我那半半的窗 你還給我留著嗎 留著呢 連枕頭都留著呢 從來沒換過 可我就這麼回去了 多沒面子 我就知道你會這麼想 我把瑤瑤帶來了 就在樓下了 你一會兒見上她就跟她說 說咱們過家家過膩了 以後打算好好過日子了 你什麼時候這麼會說話 我這不是一個人時間長了憋著瞎想 想著想著可能就想開竅了 過錢 對不起 我已經 以前的事咱們不提他 今天外面的天特別好 對了 我剛才路過鮮花店 順便撿了個這個 走吧 走 來來我來 來我來 瑤瑤 媽媽 瑤瑤 哎呀小老伴 想死我了 我也想你 走咱們回家 媽媽也回去嗎 對呀媽媽也回家 這次啊我們不玩過家家了 太好了再找你一個 真乖 這次回家以後啊 我得趕緊找工作 你也沒錢我也沒錢 咱們一家三口 總不能喝西北風吧 坐好了 放心吧 我這輛小車四個骨落 還拉不動咱們三口人啊 不過 這次你上了車可就下不來了 你放心 就算你黏我下去 我也不下 我們相信 不是每一個鄧國強 都可以原諒每一個李蘭 但至少這個李蘭 是幸運的 我會想搶倒 多謝 你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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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去 我 我能进去吗 进来吧 这也没什么变化呀 四个人变成一个人了 怎么会没变化呢 彩儿挺好的吧 好得很 我们要结婚了 所以 所以 特地承邀崔老师大驾光临 席地挺好看的 就从这么漂亮的景景 你一定要来啊 再说吧 爷爷 你不来不热闹 我要去了才让别人看热闹呢 咱俩又不是什么不顾待天的仇人 怎么可能呢 而且说句心里话 这么大场面 你不来 我真容易紧张 我这儿还有安神的功效呢 不跟你拼了 其实彩儿也特别希望 你能来参加 所以特地让我来请你 我再想想吧 你说 也挺逗的 有婚 说节就结了 对 结婚有什么难的呀 对 最难的是结婚之前的那段纠结 挺痛苦的 都选好了 就别纠结了 可惜不是我自己选的 是老天帮我选的 谁选的都一样 好好帮彩儿张罗张罗吧 婚礼一定要来啊 再说吧 明天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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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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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感谢大家能够百忙之中 来看我拍的照片 其实我不是专业学习摄影出身 其实我是个专专业的采访 但是 但是 这照片里这个女人是她让我带着情感去创作的 你们看到的每一幅照片里都记录着我跟她的一段情感经历 这个整个影展的照片 其实就是我心灵的告白 我曾经对她说过 我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会一直都在 因为我爱她 也不管她是否会爱我 我会一直都在 不疯了 没什么事 我都在这边 没有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亲朋好友 我们的仪式现在开始 两位新人请面对面站好 周采儿小姐 你愿意接受 简嘉明先生成为你的合法丈夫 并承诺从今以后 无论贫穷 富贵 疾病 健康 永远尊敬她 爱她 安慰她 忠心与她 至死不已 我愿意 简嘉明先生 你是否愿意接受 周采儿小姐成为你的合法妻子 并承诺从今以后 无论贫穷 富贵 疾病 健康 始终尊敬她 爱她 安慰她 忠心与她 至死不已 家明 真是 directive 我还是喜欢原来的那个你 你放心 我也还是那个快乐的周采尔 对不起 对不起 抱歉 真的抱歉 今天我跟周采尔不能成为夫妻了 但是 我们俩一定是永远的朋友 很高兴大家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虽然说婚礼不能继续了 但既然大家都来了 我希望大家能够 开吃吃开喝喝 就把这次聚会当成一个大派对 抱歉 我在这儿给大家鞠躬了 什么 什么 我没了 我没了 好 我没了 我的话 你来拿我的嘴装 是哪儿 好 那她是哪儿 我没有了 我没有了 你俩听到 你俩听到你了 我没有了 我没有了 这儿都不看来 我可以了 那身衣服 我掌心给你的暖 你却用它温暖了别的胸膛 我真的不勉强 快去吧 我真的不勉强 哪怕是你牵我的那滴泪 幸福了别人的脸庞 来 喂 文章原神呢 你好 你好 这是我的影片 您的这座摄影展 举办得非常成功 恭喜你 谢谢 我代表摄影家学会呢 想邀请您参加全国青年 优秀摄影师巡违展 你看您 那谢谢李老师 那 那我到时候 我就打这个电话 给你联系 不 我有点事 我先去 去忙一下 啊 啊 谢谢啊 我真的不勉强 我真的不勉强 哪怕是我眼里的希望 沧桑把它狠狠地变成绝望 我真的不勉强 我真的不勉强 如果你真的已找到幸福 就把我遗忘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演习 越华丽就越浪迹 三号三句 还去相逢无言 喊着泪叹息 这世界已经太冷漠 一生孤独那又如何 请忘了我 我真的不勉强 我真的不勉强 哪怕是我眼里的希望 常常把它狠狠地变成